哈嘍的大家好好玩 那前天中午呢 開了這個禁忌之羽深淵馬 那這一個月呢 開了一個新的關卡 叫做暗喻的那由他 然後這部影片呢 會針對這個關卡 給你介紹能用的角色 然後還有能達標的門檻 對的這關還是有門檻需要達成的 然後最後會附上我的實戰影片 另外啊 你也可以看到我的影片背景換了 那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不只一個人留言跟我說 他看著原本的那個背景啊 他就覺得頭好暈好暈哦 那我是好換背景啦 希望是能改善的 然後再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有的人會問水關的攻略在哪裡 那這邊會跟你說 我應該是不會做的 原因是因為 基本上就是巴雲在靠賽而已 那其實整體來說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門檻好達成的 所以我應該也是不會很想做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進入正題吧 那首先呢 我們就要先來看一下 這一次能用的試鎮分別是誰 那這個陷阱呢 是重力還有地雷 那地雷是灑地板的 你可以用飛行 因為也沒有什麼要用地雷打的敵人 但是注意一下 那個地雷呢 CD4就會爆了 所以最好也不要帶太多飛行 比較好 免得被炸死 那首先呢 第一試鎮扛 扛把子光刀 基本上表現是 屌甩其他所有試鎮 你的難度取決於你有幾隻光刀 最理想是三隻光刀 甚至直接四光刀上 都是最好的 兩光刀基本上就是可以過 也比較穩 那一隻光刀可能壓力就比較大這樣子 那光刀強的原因呢 不只是因為他本身很多殺手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他的友情啊 他的友情呢 超強狙擊貫通彈 是一個非常神的友情 很多時候 怪都是靠他的友情去清掉的 那等一下我也會講文章的部分啊 文章的部分有一個防守砍 就是為了他 那友情的部分就是這個樣子 SS的部分注意一下 他的SS是自強化跟被擊中的敵人 弱點倍率大提升嘛 不過這個弱點倍率大提升呢 在這關是沒用的 因為鞋子本身就會給敵人弱點強化 那這個弱點強化的倍率很高 完全不是這個光刀可以捏壓的過去的 所以 這個SS在這關就是當作自強化使用 雖然啦 光刀的自強化倍率也沒有很好看就是了 你們就隨緣開 啊你不開也可以過 然後那個輸出都是足夠的 那接下來呢就是第二試鎮 兄妹 那他最大的價值呢就是幫光刀上毒 觸發光刀的毒殺手 並且啊除了光刀以外 兄妹是輸出最高的 那另外一個特色呢是他的友情 超強全敵毒隕石 那這個東西呢他會照敵人的編號順序丟隕石 那正好啊弱點弱化的這個光鞋子呢 編號是比較前面的 所以理論上 你只要有撞到兄妹 那最後一定會是弱點強化 不過我個人啊認為你不要太依賴這個東西 你應該把這個當作有時候你角色真的位置太差 你沒有辦法靠職歐去觸發鞋子反擊的時候 再去這麼玩 當然甚至有時候位置差到連友情都不一定可以解決 但總的言之就是多一個解法 為什麼 畢竟啊你在隕石砸的途中 你也是不能碰到弱點強化的鞋子 盡量是不能碰到 那當然友情也不能掃到 限制還是蠻多的 然後第二點是說 假設你不去撞鞋子的話 少了鞋子的速度加持 那麼你的角色速度會慢很多 你在刷王的時候 你就會很明顯感覺到 欸速度似乎不太夠的樣子 那既然這是兄妹 那有的人可能會問 我要為了這個深淵的關卡去抽兄妹嘛 那我這邊回答你 如果你的隊伍能有三隻以上的光刀 你就不用抽了 千萬不要因為光刀有毒殺手 你就覺得一定要配兄妹 如果你的隊伍有三隻光刀 那已經是超級無敵滅壓了 基本上沒有毒殺手 也是隨便亂殺 當然 比方說如果你對鬼滅特別有愛 或者是你想要順便撈大哥 然後突然就順便撈到了兄妹 總而言之 你剛好有抽到兄妹的話 那當然抓上來上賭 那就會更好 如果你的隊伍只能兩光刀 甚至只有一隻光刀 然後你又很急著說不行 我這個月我就一定要打過那有他 好那你就拼一下兄妹吧 然後一方面是說 米西現在看起來也沒有很快想要去補深淵的試證 不過我上次也有跟你們說過 打深淵的CP值真的是很低 你就算不跳那無關也不會少拿任何東西 了不起你就沒有不可思議而已嘛 但是講真的不可思議 你沒有不可思議還是可以玩下去這個遊戲啊對不對 那為了這個東西 去花大量的寶珠抽一隻角色 我認為對於大部分玩家來說都是不值得的 所以你們自己考慮清楚 那最後呢特別講一下希拉 如果你沒有足夠多的光刀 然後你又沒有珠子 或者是你根本不想抽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希拉 他最大的價值呢是SS上buff 還蠻有感的 可以讓光刀更強力 是可以使用的角色 可是你要注意喔 希拉呢本身輸出比較低 他光是要殺會復活的那個黑龍都是有門檻的 那這個我等一下會細講 總之你要盡量達標那個門檻 大概就這三隻角色了 其他的角色呢單純看能力是能上場啦 可是表現呢我認為是不能期待的就不多提了 你想用當然還是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是認真的想要把不可思議刷出來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別比較好 然後接下來講一下推薦的文章跟守護獸 基本上最理想的情況就是對岸若吉 收砍迴避跟傳染抵抗 那對岸若吉沒什麼好講的就是加輸出嘛 那收砍迴避呢是因為關卡裡面啊會說你的友情 我個人是很推薦上 尤其是光刀跟兄妹這兩隻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光刀跟兄妹的友情都是很有用處的 那文章呢一般有限是給這兩隻 當然你沒有上收砍迴避就過不了嗎?也不至於 像我這部影片就沒有上 但是可能打起來就沒有那麼舒服 那再來是傳染抵抗 關卡裡面是有傳染物的 那如果你用三光刀甚至四光刀的人 絕對絕對一定要上 不然你血量會噴掉超級快的 然後有帶兄妹的話呢我也建議上 因為兄妹的火力呢有一部分是跟血量掛勾的 就是那個力量氣場啦 所以呢我是認為說你能少收一點傷就少收一點 另外守護獸的部分呢首選帕克或者是QB 除了可以延遲小怪以外呢 帕克開下去會打全場的敵人嘛 那這個打全場敵人呢 最後判定一定會是弱填強化 所以條件的話呢兩個都很好達成 不過QB的那個條件會更好達成一點 所以我會更推薦你用QB 然後是最大最大的重點 門檻 我先說 如果你是有複數支防守砍光刀的人 那接下來要講的門檻 你可以全部都不管他 你就隨便玩就好 因為這關的小怪機器人跟黑龍都不會回血 黑龍啊雖然會復活啦 但是光刀隨便都能一擊殺也沒什麼差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上很多支防守砍 那你就會被所有情罵 你不好去依賴光刀的友情嘛 那你還是盡量看一下去提升你的清怪效率 首先呢是一擊殺機器人 那這個門檻比較高 目前呢只有光刀一人可以達成 所以我可以講的比較詳細 那我已經打在旁邊了 你們參考一下就好 也可以暫停仔細看 我在旁邊應該都是打的比較仔細的 然後是黑龍的部分 如果你的隊伍呢只有兄妹和光刀 那你就不用管了 因為這兩隻完全不用任何加急 都能一擊殺非常扯 那這個門檻呢主要是為了其他角色 像希拉之類的 這些角色因為沒有同時有超平衡還有殺手 要一擊殺這個暗龍呢就是有門檻存在的 不過這樣的角色不只他 所以我直接把攻擊力的門檻打在旁邊 你們就根據自己要用的角色 和自己的果實文章情況 算一下具體要多少才夠 那我這裡就不一一列出來 因為根本就放不下 但是還是可以先提醒你們 沒超平衡也沒殺手的角色 你就可以直接放棄了 是不可能達標的 再來這個門檻呢基本上都是要文章的 可是我剛剛有講 你的文章一定是優先給光刀和兄妹 我也不建議你為了這個門檻去刻意給其他角色 而不給光刀 如果你無法為這些角色上文章 那我會建議你也乾脆不要管門檻了 你就直接給他們兵命跟將命擺爛就好 輸出就交給光刀和兄妹 最後呢談一些有的人啊可能會問的問題 那有的人呢會遇到場上同時有弱點強化的小怪 還有弱點弱化的小怪 那這個呢我可以直接重現給你看 那你可以看到畫面上呢我用非常短的間隔去撞到三個鞋子 那你就看到囉 中間那個機器人的弱點是沒有強化的 那首先呢你們要知道兩件事 第一是弱點強化的順序不是看你鞋子跟敵人的距離 而是看敵人的編號 不管強化還是弱化都是一隻一隻給 比方說我就先你撞到鞋子的時候我就一顆球出去先給一號 給完一號我才會再給第二顆球出去給二號 這樣子的 你不會因為怪離鞋子比較近就先強化或者是弱化那隻怪 不過呢雖然強化的順序並不是看距離 但是距離還是會影響上弱點強化的速度 那這裡我們放慢再看一次 那你就看到囉 雖然上面的鞋子是比較早放弱化沒錯 但是因為我們撞鞋子的間隔太近了 導致兩隻鞋其實放效果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而光鞋又正好離怪比較近 那就還是會比暗鞋還要先丟到 另外一個問題是有的人在刷王的時候 弱點會一直在強化和弱化之間切換 那這個呢我個人是完全沒有遇過 我只能把推特的連結放在資訊欄 如果你想看具體是怎麼樣的回事 那你可以到資訊欄去看看 那老實說呢這個問題確實有點迷 現有的知識很難去解釋這個東西 我覺得 我先說我覺得 這個東西不可以當成震懾 所以等官方發公告吧 希望他真的是一個bug 不然我個人覺得還蠻白癡的 那大概這個樣子啦 終於把我想要跟你們講的部分都說完了 我們就可以進入實戰環 OK那我的隊伍呢就是兩隻兄妹兩隻光刀 基本上是最適正的隊伍了啦 那要更適正的話就是三光刀 甚至是四光刀 不過這種隊伍呢我組不出來 好那第一動 其實是有機會一動結束 好就像我這樣動 那我個人啊的感覺就是 描上面鞋子怪的那個眼睛 但是實際情況你要再稍微微調齁 啊當然啦 你沒有辦法一擊殺也沒有關係 反正 你沒有要就是怎麼說吧 不可之一刷到一擊運的話 也不用糾結那麼多啦 對吧能清完小怪就好了 你看小怪也不難清 好這邊是第二關 一樣齁下面會有兩個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呢是不會補血 也不會復活的 所以就慢慢解決就好 當然你越快解決越好 因為這個機器人啊我個人覺得 還打蠻痛的 所以先解決掉 好先解決掉的話 你也有更多時間可以去清 這個上面的黑龍 那到王關的話 也有更多時間去打王齁 不是一件壞事 好那我們把機器人解決之後呢 就把這個黑龍叫下來 上面的板塊也升起來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是要讓這個弱點強化 然後去殺黑龍 好就像這個樣子 OK一次帶走 那假如說有的人啊可能會覺得不好帶走 這個時候就需要光刀的友情去補刀齁 光刀的友情真的很有幫助 那再來是第三關 第三關的話呢 兩組小怪 下面兩個一組 上面兩個一組 他們是會互相復活的 你一次解決一組就好了 不用一次時時全部解決掉 好那我這邊呢做了一個不是很好的示範 你可以看到齁 我用小角度進去 然後我到下面的時候啊 你看下面的怪還來不及上弱點強化 我就沒刷死 只是說好險 我剛好賽到 去把上面那一組給刷死了 好那我們這邊呢就嘗試用比較小的角度 給他一點時間去上弱點強化 你看就帶走了 OK 那怪都帶走之後呢 王就露出來了嘛 王的弱點就露出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對王輸出 那王的左邊的板塊吧 也會升起來 好那這邊就開始對王輸出 你要大角度還是小角度都沒關係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以 最 這個怎麼說 你要以正確的方向進去這個 傳送門 好讓他可以刷刀 那至於你用正確的方向進去傳送門 會不會很快的又出去 呃這個就看這個 運氣吧 嘿 好這邊呢 我想嘗試一個小角度 我這樣子 然後去避開藍色的傳送門 看最後可不可以進去 紅色的蛋是失敗了 OK 不要說不要說那個 我連傳送門都 好進錯了 不過沒關係你可以看到啊 光刀的友情 其實打王也是有一個輸出在的 所以其實你有光刀的話 也不用說我一定飛的刷進去不可 好靠友情其實他就已經被噴的差不多了 你看這邊我又沒進去 又用光刀友情噴了一波輸出 你看其實 只要你有在穩定的用他友情輸出的話 傷害都是足夠的 你甚至完全不用刷進去傷害都夠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這樣子 這樣子總可以刷進去了吧 這樣子再刷不進去就真的有點離譜了 OK這邊是刷進去的 不過他本來就殘血了啦 所以現在才刷進去有一點太晚 好沒關係 總之是結束了 進入第四關 好那第四關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兩隻暗的大鬼 那這一關的套路呢就是 你要讓他弱點強化 然後弱點強化完之後 你要才轉換板變反射卡進去 只是這邊啊 我的位置不是很好 而且我又沒有給他足夠的時間 去強化弱點 所以最後就是沒有成功卡死 OK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這樣子 你不要直接就是 瞄準那個傳送門進去喔 OK要給他一點時間 弱點強化 你直接進去的話 有可能你 進傳送門 準備要卡的時候 他弱點還沒強化呢 那你就沒卡死 好這邊一樣齁 我們也不要直接進去 稍微回馬槍一下 再進去 就像這樣子 給他一點點的時間弱點強化 就進入第五關 那第五關呢 其實還蠻單純的 就是 讓他弱點強化刷王 但是老樣子 不要馬上進去 對 很重要的訣竅就是 不要馬上進去 你 撞完鞋子之後 對吧 哪怕稍微 拐一下也好 對吧 不要馬上進去就對了 你看 就像這個樣子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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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其實我沒有想到 他這麼痛齁 他甚至還沒有毒欸 就直接把他刷死了 好狠啊 好這邊呢 就進入王關 好那到王關的話呢 王1 這邊就是考驗你 1 你有沒有足夠個光刀 而且你這個光刀呢 是有上 收卡迴避的 因為這四隻怪啊 你要 這個清完的話 你沒有達標前面講的門檻 或者是 你光刀 沒有收卡迴避的話 你如果兩個都沒有的話 清怪會蠻慢的 可能會影響到你打王的時間 如果你的光刀有收卡迴避 或者是 你有達到我前面講的 一擊殺的門檻 那清掉這四隻機器人 應該都是非常快的 好你看我們這邊 兩回合就清掉了 可以開始打王 好這邊的話呢 老實說 位置有一點醜 不過我覺得 問題不大啦 還是有路徑的 等一下看我怎麼彈 那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嘛 我們不可以 就 直接這樣子進去 所以 要拐個彎 就像這個樣子 我拉一個很小很小的角度 我這邊彈出去 會先撞到暗鞋 再回來 然後再出去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開始刷王 好你看 這樣子刷一刷 也是有一定的輸出的 好就保持這個樣子 只要我們可以一直保持穩定 這樣的輸出的話 這個火力就是沒有問題 好這邊呢 一樣我們用超小的角度 進去看看 好OK 回來 就像這樣子了 光刀的輸出是比兄妹還要高的啦 而且這邊呢 又有上毒 所以 輸出就很明顯 比這個兄妹高很多 進入王二 好那王二的話呢 好跟這個 第幾關 第四關一樣 好有兩隻大鬼 我們一樣要把他們弱點強化 並把他們 並把他們卡死 那這邊我不知道我發了什麼風 我居然先撞光血才撞暗血 這一棟你們就50就好了 這棟是一定失敗的 好你們看就失敗了 我也不知道我當時在想什麼 好那這邊的話呢 就像這個樣子 OK那這邊就正常了 我們就直接卡死一次 那這邊呢 我順便提醒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確定王一有沒有 但是我很確定王二跟尾王是有的 你現在看到左邊有個CD 右邊有個CD對不對 那都是風扇 但是在王二跟王三 他們不只是會吹風而已 他們還會把鞋子隱形 所以 你在開帕克的時候就要注意 如果你要開帕克前 你看到了 左邊是CD 右邊的CD 那你就不能開帕克了 為什麼 因為你開下去帕克 你沿不到場外的怪馬 但是你會沿到鞋子 就會變成說 喔這個風扇呢 你看像現在 把鞋子隱形了 但是 因為這個鞋子 被沿到CD了 他沒辦法行動 所以他的隱形 也不會解除 就變成說你下一動 絕對是被動 因為你根本沒辦法出發反擊 這樣子你們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們要開帕克 在王二王三開帕克的時候 要注意 看一下左邊跟右邊的CD 好這邊呢 就進入尾王 那尾王的話呢 有三隻黑龍 不過都打到尾王了 基本上該跳的SS 也跳起來了 那這邊呢 如果你真的覺得 這三隻黑龍太難清的話 可以考慮開首美 你有首美就開 或者是呢 你可以等到進場的 第二回合開帕克延遲 注意是第二回合喔 不要第一回合就開 因為就像王二講的 你看到下面有個CDE 對不對 正下方有一個CDE 那個CDE也是風扇 它一樣會讓鞋子隱形 所以如果你在開場 第一回合 就把這個帕克開下去的話 你下一回合啊 這個鞋子就會隱形 那你就完蛋啦 你還是清不掉龍 你就尷尬了 所以 你要等到第二回合 如果你要開帕克延遲 請第二回合再開齁 那之後打王呢 也請注意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也有一個CDE的風扇 不過那個CDE的風扇是不會隱形鞋子的 這個不用擔心 下面的風扇才會隱形 好那這邊呢 因為我打王超級醜 所以呢 我這邊快轉跳過 我就不浪費各位的時間了 好連續兩動的失敗 然後修妹抓了個羊之後呢 我們要開始覺醒了 好這邊我們光刀拉一個角度 好看看可不可以去刷王 好 其實還蠻微妙的 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麼彈比較好 我這個位置可能 不是很好 好最後決定的這個角度 那這個角度呢 可以嗎 可我居然還是沒有進傳送門 不過還是透過板塊呢 去刷到王的這個強化的弱點了 也是打了一波輸出 不過因為不是直接刷啦 已經在刷之前就撿了不少數了 所以你看 輸出呢就比較普通 那這邊兄妹啊 有爆血刀的加成 雖然只有一階 但是呢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有點輸出的 好來吧 唉這邊呢 終於成功的進入傳送門 然後開始刷王刷刷刷刷刷 就一直看著查刷 OK那最後呢 打了34億成功把王剩下的血量一次帶走了 OK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呢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有問題呢 也可以留言問問 那我選 大家 掰掰